比如产业信托是有两类的 at least在马来西产业信托有两类 第一类就是一线的商场 其实我这边的是用location来分的 对不起 如果你们说 老师你骗我产业信托明明有industry的工业类的 对吗 小型工厂warehouse 还有commercial的 commercial是分成office tower office building的那种 还有这种shopping mall的commercial的 老师你不要欺负我不会 对吧 对对对我知道 我知道同学们你们有做功课 我刚刚讲的分两类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分两类 其实我也是针对大家容易理解的 零售类的产业信托 shopping mall类的 对我来讲就是 一线的旺地 对不对 最旺的地区 还有没有那么旺的地区 我就分成这两种 所以如果你要去做选择 刚刚那个是Kenny同学 对吗 他讲到的 如果COVID-19会长时间跟我们的生活 一起出现 我们说与一共存 这个vaccine没有这么快能够出现的 虽然今天大家又在转发 那个俄罗斯说他已经register了vaccine 那个疫苗 但问题是我们看到他的疫苗是 那个我没看错吧 对吗 他还没有过那个第三阶段的那个检测的 疫苗要过三个阶段的 很多公司的第一第二阶段都已经没问题了 就是第三阶段是最难过的 第三阶段的那个检测人数 需要检测试验的人数是要过万人以上的 如果没有错的话 对吗 还是几千人啊 所以俄罗斯的那个突然间就 到第二阶段就register了 这个疫苗就很奇怪啊 so然后就听说吓到我们这边的手套骨了 ok 我们讲回产业信托两种 说我们要做的 比如我们要去低买高卖 我们可能呢是要我们可能是要走人气我取这个路线的嘛 但是有些人家不要的是有理由的 是长期的理由 ok 有些人家不要的可能是他短暂他蒙蔽了 他或者短暂不认同 所以在这个关键上面我们来看产业信托的话 三位产业信托 三位产业信托 他算是他算是管理的好的 一线的旺地的这个商场的 信托啊还是属于恶线的 对吗 所以我知道这个也会有争议 我知道这个也是会有争议 因为你最没有争议的话 你就KLCC产业信托了 对吗 绝对 first tier 那或者是这个IGB 以宝花园的那个产业信托 Mid Valley Mega Mall 绝对没有 没有 没有 Pavilion 对吗 所以一来到三位的话 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有 有争议了 老师三位除了这个双位金字塔 还有别的哦 对吗 so 所以才提出来跟大家讨论 对吗 因为你也相对嘛 如果是相对这个 这个一线的旺地的商场 跟也有一些产业信托是二线的 马来西亚的产业信托里面 也有一些是二线的 对不对 我讲的是这种commercial commercial的 它retail的 ok so 所以我们说 能够回来的那个是二线的 便宜的那个 还是 始终还是一线的产业信托 能够 最容易熬得过 COVID-19 甚至能够 live with COVID-19 这个是我们想提出来的 这个 我们思考 就要这样子去思考 你这样子去思考 你才是在做价值投资 你才是 就是跟价值投资的那个 我们叫做synchronized 得到了 对不对 你不能够说我纯纯便宜 我就go for it 对吗 所以你也要看 它能不能够回来的 ok so如果for产业信托的话 可能比较容易判断了 大家觉得三位产业信托的 下面的那些物业 能不能够保持它的出租率 之类的 以及它的派系能力 这个方面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聊的 那刚刚我问大家的这个东西呢 你们看到什么 共同特点 对吧 so好 刚刚有同学讲到的 那个三位过去十年的 股价走势图里面 有什么共同特点 就大家说 一路向上升 对吗 我刚刚只看到同学们的一些 这个观点罢了 就是一路向上升 我想讲的呢 我想讲的是 你们有没有 看一看 过去这些年里面啊 我想highlight一下的就是 在三位 过去这些年的走势 对 它是长期向上升啊 因为没有covid 那一地吗 对不对 好 你看看这些比较 明显的跌幅的地方 好不好 有没有看到这些 比较明显的跌幅的地方 在过去这十年里面呢 三位产业信托是出现过 这些比较明显的跌幅的 对吧 就是它陷下来的幅度 还是比较大的 so 现在最新的这个呢 有没有一点像 就说这一次跟前面的三个 有没有一点相似呢 当然 当然 当然这里只是纯粹一个叫做 叫做 讨论一下罢了 各位同学 纯粹在这里是讨论一下罢了 so没有任何的建议成分 so首先 我知道有些懂得用图表的朋友呢 就会听过一句话呢 对吗 就说历史会重演的啊 就 就现在你看到 哇 如果历史会重演 如果啊 我讲的是如果 如果历史会重演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 这种位置就是 日后 对吗 若干年过后 再回望的话 我们日后在这个地方 对吗 日后我们一起在这里 回望的时候 这个原来是低点来的 对吗 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有这种可能性呢 画个人的这边 给你们看看先 对吗 若干年之后的回望 我再讲多一些 这个是猜测罢了 讨论罢了 so当然 这个是 很有争议性的东西来的 因为历史是不是重演的话 没有人能够讲得准 所以我们不能够 单单就是这样子来 做出判断的嘛 那我们讲的 还是需要回到基本面的 你不能够只是从图表的角度 就是确定这个东西 你要将那个根本的因素找回出来 就根本的把握找回出来 就如果 COVID-19是造成这次的下跌 三位产业信托 就需要熬得过COVID-19 继续保持盈利 继续保持派息 以及未来还可以继续在扩展发展 它才 尤其是 尤其是产业信托 这些商场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它每隔几多年 它就suppose要 起那个租金 对不对 最旺的shopping mall 起租金的那个 讨价还价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硬的 比如你要在Mid Valley Mega Mall 开一间店 对不对 你不是这么容易的 我们之前有一些学员 他们的公司 想在Mid Valley Mega Mall里面 开一间店 租一个shoplog 你知道那些手续 繁琐到 要查理三代 才能够多多条件 这个又要这样 又要那样 你才可以有机会 有机会罢了 进得到里面 还要排队 当然我讲的 这个是before COVID-19 so这种 这种状态的产业信托 它长期 两三年过后 租月到期了 好我要renew 然后我要加你5% 10%的租金 对不对 它会有这种 negotiation power 如果是二线 二线城市的那些 产业信托 有没有这个本事钱 你看这些东西 是不是很 common sense 很logical的 基本分析来的 其实就是 生意上面的一些常识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用图表的 你先将这个东西 搞确定了 如果 如果三位下面的那些商场 我不敢说全部啊 所以我是有见到有些 好像生意麻麻地的 我也不能够只讲他好话 要讲一些不好的 比如在我们Grandpa的office 附近的Corta Damassa 那边有一个叫做Sunway Giza 所以Sunway Giza呢 有是有生意了 但是 对比Sunway Pyramid的话 那就差很远啊 对不对 我这样子讲话够中庸嘛 就 叫做尽量中立角度 去讲我看到的东西啊 OK So 如果Sunway下面的这些商场 是属于有讨价还价能力的 不担心出租率的 而且两年后Covid-19 两年后Covid-19的那个 那个疫苗应该出来了吧 对不对 应该量产了吧 所以到时候大家 会看到零售的这个逛街 休闲娱乐的 还是有需求在那边的 对吧 因为你 现在Covid-19 大家习惯上网买东西 但是有一些 我们需要出去走走的那种娱乐 我们没有办法 全部都在网上面 在网上面来女朋友 我们在网上面逛街 对吧 这个不可能的嘛 对吧 暂时做不到嘛 So 去走走shopping 吃吃饭 看看电影 这种属于 休闲娱乐 对吧 所以shopping mall 他们很多shopping mall 都开始像 leisure 对吧 休闲娱乐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他们那个角度去发展的 那个是潮流的趋势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去shopping mall 并不是为了买东西 是为了去走走 对吧 去吃东西 对不对 所以如果 三位下面的这些商场 有这个需求 是我们愿意去的 那他会不会就是有机会过得到 covid 19 and then 生意能够回得到来 那如果这个东西是成立的 这个是基本分析来的 如果这个东西是成立的话 我们再看回去 那么 现在这个 现在最新下跌的这轮行情 就会不会很像 以前跌下来的那几次这样子呢 我们才敢出这样子的一个推论 推论啊 不一定实现的 so 这个就是我们讲 在做Value Invest的分析的时候呢 就是整个Mine Set 它是很清晰的 对吗 那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 for这个部分的讲解 因为不小心讲一下 就变成K-Star 就谈得比较长了 所以股市里面有很多种的机会 股市里面大把机会 每天都有股票在升的 你不能够希望每个升的股票 都跟你有关系 跟你有交集 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你做过真正的开店做生意的 对吗 你的专长是做肉骨茶的 对不对 你看到别人炒果条 炒果条那边排队 我也要开一间炒果条 你死定了 因为你根本就炒得不好吃 对吗 你老老实实的煮好你的肉骨茶 你就有生意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看到 人家犯法的生意 走私香烟 走私啤酒 这个很好做 我也要去做一下 结果你就被抓了 对不对 所以做股票的时候 我们也要很多机会的 你们绝对不用担心的 就是股市里面一定有机会 而且一直会有机会 但第一你要分清楚啊 什么机会是 you are looking for 什么机会是你在看着的 什么机会其实啊 其实是属于别人的 不是你的菜来的 你就不要羡慕 你不要踩过戒 你不要捞过戒 你捞过戒的话就烧到手了 对不对 说有自知之明了 对不对 在股市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有自知之明 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乱来了 不会犯大头症 OK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在股市里面 以一个价值投资者的 OK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的是安全稳健型的投资 因为我要对我的老婆 我要对我的家人 对不对 我对我的老公 我对我的孩子 我对我的父母而负责任 对吗 所以我们不投机 不随便投机 对不起 投机是没有分 随便跟不随便的 不投机就是不投机 所以我知道你们在现在的 这个我们视频前面的很多同学 可能最近买到的一些股票 随随便便都升上去 对不对 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非常非常的 这个有信心 但是你真的是需要分清楚 到底你赚到的钱是 运气带来的 还是实力带来的 所以不是有句话吗 你凭运气赚回来的钱 你可以凭你的实力丢回去的 输回去的 对不对 这个是今晚陈建老师给大家的一个金句 所以如果在股市里面 我们清楚自己的定位 我们知道自己的能力圈 我们要什么东西 好我要的是价值投资的机会 像刚刚我讲的分成两种 但你可以做中中等等的那些 就是你买个一个Maybank 买一个Publicbank 长期下去都不会太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 Ordinary Return 对不对 如果你说我要Outperform的 我要Extraordinary Return的 你就要向两个极端去发展 第一 你就是要在低买高卖 那个买得够划算 买得够便宜的角度去用力 第二就是你要对 公司未来的增长 能够产生新的价值 创造新的价值 在股价上面反映出来的 I'm talking about the business profit OK 会越变越大的 然后会在价值上面 股价上面反映出来的 So 你两个方向去走 那我们现在在讨论着的就是 Let's say现在 市场很多很热 我们也看看那些 没有什么人看的 或者是大家目前不认同的 Let's say产业信托 现在COVID-19 双重底部 二次探底了 是有理由担心他的 是我认同 就是人家不认同他 他才掉下来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去分析的话 你就要看看 到底这个是有能力回来 是没有能力回来的 所以我们就要去到他的真实的商业 他的物业需求 他的出租的需求 你的occupancy rate怎么样 对不对 你到底这个shopping mall是好生意还是没有生意的 这个东西如果确定得到的话 那么他能够回来还是不能够回来 我们可能心中就会有数 然后再看回去 哎呀 如果再看看 是咯 如果这个东西成立的话呢 那从过去里面看啊 每次三位产业信托大跌 对吗 在过去十年里面 每次三位产业信托大跌过后呢 都是一个低点来的 都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考虑的 就是价值投资者去 implement他的strategy的位置来的 对吗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接近 我们要的decision making了 慢慢的接近 我今天没有给任何的decision 对不对 我没有给任何的recommendation 千万不能够给对吗 因为太过sensitive了 我不想被人家请去喝茶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同学 我们在这里面的一个讲解 是很好玩的 对吗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在这个 在这个 股市里面 当你还可以 就是你很清楚 自己要走的路线 你可以在 专注于自己 在寻找的机会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研究啊 这些 那薪水很轻咯 对吧 你也不用羡慕别人 赚到的很多的 一些投机型的股票上面赚回来的钱 对吗 可能你们没有赚过 投机的股票的钱的朋友 你可以去试一下 因为我也不能够支持你们的吗 人有自己的自由的 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赚过这些投机取巧的股票的钱的 啊 以前做过好多好多这样子的交易 但是最后呢 就是发现 一直都在原地踏步咯 我自己的感觉 我做了十年了啊 所以一直都在原地踏步咯 所以就 就去思考了到底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 然后就发现此路不通了 然后就改变自己了 对吧 然后就啊 归依 归依这个价值投资的门派 所以就在这边啰啰嗦嗦的跟你们啊 讲买这些 哎呀 又要便宜啊 又要什么的 这些东西啊 啊 讲到的那些股票都是好像很怕死 这样子的 对吧 so 呃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啊 那 我们也穿插了一些最新发生的例子啊 以免大家觉得我老是在马后炮 对吗 so我们来聊一些 呃 应用上面的例子 那这样子比较有这个 呃 有 想法 对吗 也有这个真实的市场情况的那个 那个 那个元素在里面呢 对吗 同学们不知道喜不喜欢这样子的 呃 我们这样子的每个星期的教学呢 如果喜欢的话 要做什么事情呢 当然就是要大方的点赞呢 以及大方的分享出去啦 对吗 以及在陈建老师的Facebook page上面 给一个 Five Star的这个推荐呢 啊 让呃 让我可以知道我们做的东西有没有收到大家的认同啊 这样子我们有动力继续下去嘛 对不对 啊 每个星期这样子讲的话 也是很累一下子的啊 虽然其实是我自己很想讲啦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